安全岛上两名男子裸上身 只穿紧身裤 瘦出肌肉 居然当街健身 一人抓着灯杆是吊单杠吗 上下动还把脚撬高 像一秒又突然倒立 动作不太雅观 黎明男子在一旁举重 一边嘻嘻哈哈 两个人越玩越起劲 还突然冲到马路上逼猛男姿势 上菜选秀到底在干嘛 是好玩还是健身房宣传 民众看傻眼 这看起来比较像破坏公务吧 就大家下班前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洗脑 应该是会 但是因为那时候人比较少 所以就当下没有想那么多 而且来这边回转的车 都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们当下就觉得 没有什么危险性 所以我们才会拍 实际找到台南这间健身房教练 业者说当天下班后 同事一时兴起 想说拍个影片 才会跑到分隔道 过程大概一分多钟 只是因为很好玩 蛮不好示范 要罚钱就罚钱 因为一时觉得好玩 跑到马路分隔道 瘦肌肉健身 危险当有趣 是否违法 还需要调查 业者也道歉 这样的行为 实在是不好示范 记者赖冠章 陈杉杉台南采访报道 来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次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